西瑞肯谈会 天天肯谈日日会 欢迎大家来到西瑞肯谈会 我是完美的女神西瑞 今天四姨走了 话说妇联 铁三角和新房客 都收到了四姨的亲笔信 围观的好奇吃瓜群众 都跟女神我一样 想知道信上写了些什么内容 所以明天的网友上帝时间 大家再分享好了 因为四姨的离开 新房客的成功入住 今天最大的变动 就是各位重组了CP 而让女神我意外的是 这次重组CP 除了浩浩这条单身狗意外 剩下的老CP都找到新欢 悠悠 耶 你本来和周周 是同性CP 结果 现在终于如愿 选到了关妈 成为你的异性CP 所以关妈身上到底有什么气质 吸引了你呢 我按照自己的本能来选她了 本性的本能吗 剃了胡子的感觉怎么样 你说那完美的Siri 我剃的胡子好看还是 有胡子的好看 还是多好看呢 那要问关妈 我知道关妈是喜欢我那个 没有胡子的 对的 关对了 关妈 是 你对于自己的这位新CP 还满意吗 挺满意的 因为我觉得 悠悠她比较敢担当 然后比较有责任感 然后她说在接下来会就是照顾好我吧 所以我觉得 找一个像这样敢担当的 和有责任感的男生来保护我 我觉得挺好的 在接下来的游戏啊 还有生活中自己不会那么累 赞不绝口的样子啊 但是女神我很疑惑 今天为什么在818情绪崩溃了呢 因为很多网友跑过来刷屏 说了说到了我和 因为我跟Tio之前是CP嘛 然后说了很多话 然后因为从之前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告诉我远离Tio 但是我一直没有远离他 然后一直在是去默默地去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至于做很多事情我不想一遍两遍再去说 没有任何意义 之所以崩溃是觉得很多事情可以不按照她的想法去做 至于我的想法的话 我说的也很对 我刚刚也跟周全熙也有聊过 其实是牌是怎么打也是打不散的 只是就是看他有没有选队 有没有想去做 但是他依然没有想去做 然后主动权是在他这边 他依然也没有选择去做 怎么才叫做选队 女神在跟我说话 我知道啊 女神在跟我说话 她没有问到你 你提我名字干嘛 谁提你名字了 提我不是我名字 你真的一点教养都没有 还比你强一点 知道啊 你不要提我名字了啊 你这么不想 好啊 好的 剃偶 昨天深夜 看你跟西公子聊了蛮久 所以昨天晚上就打算跟西公子组西批了吗 我觉得有些事情我自己会 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 有些人的话我不想再 在跨中有跨的 我是一个很直接的人 其他的我就不想再说了 浪费时间 纳西公子 女神感觉你比较冷静 能帮我们解释一下选西批的事情 到底有些什么误会吗 有什么误会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只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他有 Tio有Tio的想法 老关有老关的想法 那没有人能阻止他们两个的想法的改变吧 然后 可能他们每一个人都想着为 为我们这边每一个人好 然后不想要我们几个人打伞 那这个选CP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应该这样子 还是我们选对还是选错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我只是不希望我们内 我们这几个人有任何的误会和矛盾 然后我希望就是大家很冷静的去处理这些事情 有什么就说出来 然后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 然后把自己个人的想法表达出来 那我就好像如果我跟傅宇之间有问题 那我希望我的想法讲出来 让他站在我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 然后互相理解吧 明白了 算了 你们年轻人的感情世界 女神我这个00后 真的不懂 还是让时间说真话吧 只希望有话大家还是好好说啦 除了妇联的悠悠 今天跟六傻的关妈 两派成功的联姻 而令女神我意外的是 妇联的周总竟然也和媚娘组成了CP 女神也是匪夷所思 媚娘 周周和冯可都选了你 为什么你在反选的时候选择了周周呢 第一是因为 周周比较有钱 她是六个人的财产继承人呐 人家现在拥有一千多万呐 是吧 不愁吃不愁喝这个肯定 对对 这你必须辅 第二点是因为 我和周周接触时间比较长 也可能是比较了解的 之所以选择周周就是因为 我觉得我们两个性格是很相似的 那么相处时间也很长 因为我不太了解风可 就是 就是我会有一些担心 有一些害怕 是这样子的 Story 好现实 但是我喜欢 身为副六代的周总 你为什么会选择媚娘呢 作为定时炸弹一般的存在 你是打算自己跟媚娘同归于尽吗 没有 就是 首先 我们这边没有女的了 然后第二就是 作为一个游戏 游戏黑洞加友情魔咒 然后 我今天选人我说了 然后我说 作为这个黑洞来说的话 我总得选一个女生 那我选冠冠的话 显得好像我特别针对她 是吧 然后我选子星呢 然后她又不能走 那我就选赋予冒个险 看能不能一起 把这个魔咒给破了 好玩 我就好玩 然后周末我走了 说明我有魔咒 那我赢了 我在别墅没有朋友 从今天以后去 我就搬去储物 我是专门破魔咒的 我去搬到储物间 我刚才好听说话 好的 面对这相爱相杀 心机的一对 反而我觉得冯可 不参与他们的明争暗斗比较好 那么冯可 媚娘又是哪一点吸引到你呢 你不是也想跟媚娘同归于尽吧 不是 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当时觉得 媚娘她在这里面年龄最小嘛 然后因为之前她那个 CP离开了 然后她在里面 也就是她自己一个人 我只是出于一个想照顾她呀 还有 而且我觉得她跟我的性格有时候挺像的 所以说我想着是能跟她照顾她一下 能跟她成为一个CP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今天就是她因为她要的原因嘛 第一条我就已经输了 我那什么没办法 是吧 那个心不恐怖 刚才悠悠还补我一条 说我长得黑 我就是黑怎么了 有意见呢 然后反正我觉得挺好 但是我还是 今天818的时候 那个网友还问我说 你会不会以后不理媚娘 或者是怎么回事的 然后还不会照顾她 当然我一直就在说 我818说的最多就是 你们放心吧 我跟她之间不会尴尬的 我还是会跟她聊天的 我还是会去照顾她的 在这里再跟网友说一下 你们放心吧 不会的 好的 看来又是一枚暖男的存在 相比较上面混乱的感情线 杨帆和千金这对CP 就和谐多了 杨帆 刚开始 你礼物都送不出去 结果现在选了千金 到底是千金的拿点 让你动了烦心呢 动了烦心 其实 可能通过 节目了解 而且通过千两天的观察 就是觉得 子欣更靠近我 喜欢的那女孩子的类型吧 就是 简单话也不多 而且安安静静的那样子 所以我还是希望能有机会 多交流多接触 而且让她更了解我以后 不会两人能把天聊死 这样子 两天中结束 好的 那千金千金 是 细数一下 那些年你组过的CP 是最多的 从最开始的江州夫妇 到后来的星辰组合 再到现在的繁星 哪个才是你最理想的CP呢 西尔你把天聊死了 必须选 必须选是吗 因为我和周周 就是也没有 就是正式的组过CP 然后 哎呀我咋说 完了 不会说话的我 就是 和公子吧 因为就是和杨帆的话 就是刚认识一天还不到 然后就是还没有很了解 对 然后我俩性格很像 就是特别 不会说话 对 是的 好的 懂了 那最后的单身狗 孔凡浩 嗯 今天 看你选CP 表情生无可恋 所以 你是打算 为了离去的四姨 守活寡吗 守活寡 不是 我是觉得 四姨他虽然走了 但是他还是一直在我心里嘛 然后 四姨走了 我觉得在这个节目里边 我也是可以 更加专注地去 在这个 在这个节目里 玩好这个游戏 做好这个节目 对 跟和 和最好的兄弟们 好好聊聊天 增进增进感情 我觉得现在挺舒服的 我应该说兄弟是谁 强行 挺舒服的 嗯 哈哈 有镜头吗 镜大片 镜大片 对对对 然后也希望就可以交到更多的 交心的好朋友 对 因为可能 在节目的 前半段吧 可能有 大家对我有很多误会和 不了解 我觉得还是需要 需要多了解一些的 因为我这个人也是 怎么说呢 比较真性情 对对对 如果能聊得来 就聊得很难 如果聊不来的话 我就可能比较假 对 就是这样 你是不是给自己 画一道 画个黑 是是是 聊不来就比较假 对 可以 自宜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可能你也是爱无能了 女神我理解 不过 生活还在继续 让我们四十五度角 仰望天空 忘了爱 阿罗泽利 爱 在最后的精彩二选一中 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冯可呢 我刚刚在818的时候说了 你也听见了就是 首先 一 冯可是 我们都是一起进来的新方课 我对他来说 可能会更加熟悉一些 然后二是 孔帆浩的情绪 感觉还处于比较低落 你好 就是 就是 就是C刚刚才走 我觉得他还没有 从这个悲伤中走出来 我觉得他的 之前的情绪 就是比较抵触 我觉得 我选他 就是综合一下那个考虑的话 我还是选择 风可 不过 今天 看罗丽在厨房做饭给大家吃 女神还是要给你点个赞 年纪轻轻 就做的一手好菜 大家给这位小厨娘掌声鼓励一下 我那都不算菜 那就是个炒个粉 今天的牌子 因为时间关系 就不翻了先 下次 小粉丝们要是想要你的声音 出现在C锐肯谈会里 记得少一少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直接搜索 完美的C锐 长得好看的人都知道 C是嘻哈的C 锐是苏锐的锐 把你想说的 想撩的 想问的 通通以语音的形式 发给女神 说不定你头像好看点 就被女神翻牌子呢 另外 也请大家关注唯一官方微博微信 芒果完美假期 为你带来最神秘 最严肃 最新鲜 看到就停不下来的完美揭秘 那希瑞肯谈会今天到这里先